北街发生蝶血案之后 民众对于刀切的警戒心也更增加了 高雄民众投诉 邻居一大早竟然手持菜刀跟水果刀 在大门口是不断的挥舞还发出声音 附近住户见状赶快报警 不过警方到场就说呢 在家门口挥舞双刀是没有违法的 不过投诉民众也说 邻居向上挥刀早就不是第一次的 难道要真的等到发生意外 警方才要处理吗 尽管持刀男子在新闻解误之前还没有回应 不过警方表示 这名男子他自称他在练习宋江镇 而男子捂刀的行为确实没有触法 只能够加强劝刀 清晨六点多 民众一早睡醒走出家门 就看见邻居手持双刀不断挥舞 还不时发出呵斥的声音 看起来很不寻常 我只听了哼哈 然后手在那里 这样比哦 我非常的愤怒 为什么拿两把刀再挥舞 你是告诉人家 你有功夫吗 你还是让对方心生恐惧 男子捂到了地点就在热闹的高雄市区 持刀男子一手拿着菜刀 一手抓着水果刀不断挥舞 刀锋舌往前时而上下猛甩 把邻居全都吓坏了 赶紧报警 却得到这样的答案 警察在店家里面的回答是 现在是民主的社会 我不能看到他拿一个画面 拿一个刀 拿两只刀子在挥 就能判定他是怎么样 就担心北捷杀人案发生连锁效应 民众看见刀屑不敢大意 但警方却说 在大马路上挥舞双刀不算违法 让民众质疑 难不成要等到发生意外才能处理吗 然后在家面对着自己家门 在做请神的动作 那时间大概有30秒钟 他的行为尚不足以构成我们社会之秩 警方表示 影片中男子持刀 因为是在自家门前 没有面对马路或行人 过程中也没有斥责旁人 或者是针对的异味 因此没有出法 若要以恐吓或威胁罪就责 因为没有被害人报案提告 所以不成立 从社会秩序维护法来看 没有被害人出面制作笔录 警方只能先加强劝导 持刀男子在新闻解稿前尚未回应 但他向警方公称 自己只是在练习宋江政法 因为没有双府 才会改拿家中现有的血果刀跟菜刀练习 北街发生随机杀人案后 民众闻刀色变 不管如何多一分警戒 就是希望减少意外的发生 这个称呼明华佩如高雄报道